接著我們要介紹的事情是 氣體的自備 製造氣體 一個製造氧氣 一個製造二氧化碳 請你要注意 你要了解我有什麼樣的裝飾去製造我們的氣體 我們用了什麼物質去製造我們要有的氣 還有實驗上的一些注意的事項 製造氧氣跟二氧化碳的注意事項基本上是一樣的 你要注意一下注意事項是什麼 OK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製造的氧氣 我們用這個方法製造氧氣 裝置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個在後面會有圖片 大家要問各位 整個裝置有個漏斗 有個追形瓶 有個集氣瓶 有個水槽 重點 這個漏斗叫做劑頭漏斗 上面倒的液體叫做雙氧水 以下碰到的固體叫做二氧化碼 然後產生的氣體叫做氧氣 然後呢 我們用海水集氣法收集 所以裝置就長這樣 看一下它的裝置 記一下我倒了什麼東西進去 產生了什麼玩意兒 用什麼方法收集 然後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們待會再說 那麼它的方程式長這樣 各位已經學過化學反應方程式了 知道 吹化劑要寫在劍頭的上面 在這裡二氧化碼當吹化劑 所以二氧化碼寫在劍頭的上面 所以雙氧水過氧化氫 然後反應完之後產生氧氣跟水 反應氧氣跟水 這是一個 我們的基策 我們的會考 幾乎每一年都會考化學反應方程式 但它所考的反應方程式 但它所考的反應方程式 都非常的簡單 都是類似那種清加氧變成水這種 所以這種簡簡單單的方程式 你就給我記清楚 給我了解 給我看好 記好 過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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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氣產生氧跟水 酸氧水產生氧氣跟水 這是它的方程式 那麼這個製造氧的裡面 因為我們的氧是略溶於水 難溶於水 所以我們用排水集氣把收集 剛剛跟你講過的氫氣氧氣二氧化氧 我們都是用排水集氣把收集 然後呢 收集完之後 這個瓶子要正立放置 因為氧的噴子要32比空氣重 就會往下沉 所以瓶頭朝上排好 讓它沉在下面 這個重點叫做 這裡用二氧化氧當催化劑 催化劑前面在教反應速率的時候提過 當時跟你講過 請你要注意 催化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催化劑有做什麼 有參加化學反應 沒做什麼 沒有改變自己 原來10公克做完之後還是10公克 反應前後質量不會改變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能改變反應速率 它可以加速反應速率 讓反應變快 不能做什麼 不能夠改變化學平衡 不能夠使不會發生的反應變成會發生 不會增加或減少產量 這一瓶雙氧水如果完全分解之後 可以產生30公克的氧氣 加了二氧化氧 30公克 沒加二氧化氧還是30公克 只是產生的快慢不一樣而已 產量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所以這是你要注意的催化劑 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那麼二氧化氧在這裡當作催化劑來加速我們雙氧水的分解 但是反應前後不改變 原來放了10克 二氧化氧最後還是10公克 那麼這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第一個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排水及氣法的注意事項 一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因為它含有原來的空氣 二 如果氣體產生太快 把導管從水中拔出 它要怎麼拔出 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們那個鏡頭腦長長的管子要沒入水中 為何要沒入水中 避免氣體溢出 避免氣體溢出 同時我上個跟你講過 那個裡面有一點水 那個水的上升跟下降 可以告訴你 你的氣體有沒有產生太快 難得太快 所以要 場管要沒入水中 盡量接近底部 目的是要避免氣體溢出 避免氣體溢出 分解 講話什麼 照方分解 OK 第二個是我們前面提過 我說三年級才會教的 電解水 正體產物會有氧 這是三年級的一個重點 再來 孫文老師教的 食物形光合作用 會產生氧氣 這些就是一些 我們用來產生氧氣的方法 然後注意那個實驗 加了什麼東西 用了什麼器材 然後有哪些注意事項 就是以上 就是跟各位談 有關於製造氧的部分 有問題嗎 沒有 再見 79 將會有關於製作用 iku 經驗 目的是三年級的 左前一大家 剛好 照片